大家好,沒有來正經啊,大家好,這部影片出現12月17日,不是威,大家好 這次這部影片跟大家說就是胡鴻君,很少會說胡鴻君非星夢的東西 但不是的,胡鴻君也有和賢明喜合唱,其實最近胡鴻君是劇接劇 十月初五的月光做藍一,其實以前也做不少藍一的了 譬如說何摩的那些,其實都是藍一的,除了馬國齡之外 但這次胡鴻君除了做十月初五的月光,將會隔不久 十月初五的月光應該是最後一集 隔多一會就會有另一部劇,叫做《愛想我的衰神》 又是胡鴻君做藍一的,無線呢,是不是想捧一下胡鴻君做侍帝呢 真的這麼神秘?不是捧他最受歡迎藍歌手,捧他做侍帝 還是兩樣都是呢?這麼神秘? 另外,我想評一下十月初五的月光的劇情 其實我不太喜歡這部劇情 老實實那句 還有一些散散碎碎的關於星夢的資料,稍後再說 好,我們先進正題 請大家訂閱何志光有受必記憤 分享、留言、讚好和按鈴鐺 請你們每一天的十二點鐘和晚上八點鐘 看看有什麼影片出 今天這部影片應該是黃昏五點出的 好,我們先進正題 先進正題 先進正題 其實這一個是我在 上星期六 十二、十一日 做歡樂五東華 夜媽媽,很夜 無線就是卡拉之星 裡面有一個這樣的組合 有薛家宴,然後有四個在薛家宴間學校 跟他學過唱歌跳舞的四位學員 其實時間太晚了 所以就會沒有Yumi 但原來星夢也有三個是家宴幫的 Sherman和Lolita原來兩個都跟過薛家宴的 這個就是港姐冠軍 送什麼呢?死了,忘了 隨便吧 但你會看到原來星夢裡面有個家宴幫 星夢裡面有個星格幫 是這樣的 星格 有什麼學員呢? 有Windy 有閻明熙 有Vinners 有火雞 我可以數到幾萬有四個 現在另外 更加宴的 薛家宴的 Sherman Lolita 加Yumi Yumi太晚了 所以 歡樂五東華 卡拉斯星太晚了 Yumi是 法例上不允許太小的人 做到這麼晚了 這樣就這樣了 所以這個組合沒有Yumi 當然是失色了不少的 但是 告訴你 科普一下 讓大家知道 另外 其實 我又 心癢 按了一條link 去看 就說 林二敏 我想 以前已經報導過 林二敏 又出live 去解釋 這條link 不是太舊 12月13日 我們17日 裡面說 嚴明熙當然是入圍 升身不適 我覺得也是 很開心的 因為我覺得 嚴明熙 應該無線 有方法 他可以免檢疫 回到大陸 去做賽的時候 他回到大陸 可以看到他的家人 我想 嚴明熙看了很久 是否一個無線 特別 他未夠18 可以參加升身不適 是因為 給了機會回到大陸 見家人 我覺得這個無線 這個安排太貼了 另外 看到很多ViuTV的人 聽眾 在罵 你自己看 對你很失望 又說去九不答八 又說在ViuTV 跡下這麼多支持者 現在你去TVB做甚麼 不斷狂鬧他 但我覺得非常失望 很難支持你 然後他開了一條Live 他開了一條Live解釋的原因 你看看樣子多無奈 說真的一句,其實你對黃絲解釋是沒用的 其實每個歌手都是兩邊走的 他哥哥林一鋒也是這樣 有什麼質疑呢? 如果林二敏暗示她是女同性戀者 所謂的TOMBOY 你們就因為她的TOMBOY心本 覺得她應該要極黃 不上TVB現在是出賣理念 林二敏就說 我一向都說音樂無分疆界 學Bingo 叱咤樂壇都很喜歡說這句 不過商台叱咤其實她是很有疆界的 不過說說沒有疆界 林二敏就說 以前無線看不起我 現在看起我 有機會就去 我什麼時候說 一定不上TVB而已 但是那些人仍然是狂咀她的 因為這件事 其實已經有很多日子 以前我都說過林二敏這個Case 但是仍然那些人都繼續咀 咀了這麼多日子都還在咀 不過沒有了 拿來說一下 OK 那我們就說回胡鴻君吧 胡鴻君的Case 我覺得十月初五 胡鴻君的表現是不錯的 但是他自己好 但是一套劇不行 這個是01的圖 01對十月初五有很多正評 反過來我就很不喜歡十月初五的月光 有些部分 我真的看了十九集 我覺得有些部分 真的OK的 譬如說 最好看就是看姚嘉莉 姚嘉莉是霸道 還有有一點點怎麼說 就是 心態是很差的人 當然她是去做奸角的 心態差沒問題 說她的演技好看 第一是好性 年輕的時候 就喜歡 何依庭的父親 何依庭的角色叫做 竹君好 老爸叫竹展輝 姚嘉莉年輕時 喜歡 凱俊傑的竹展輝 那個角色 但是 喜歡過 就一起了一段短時間 一個男的飛去 所以她就懷恨在心 她的好性心 讓她隔了二十多年之後 仍然覺得 喂 我是喜歡竹展輝 我有什麼理由被人飛 所以她就在這裡 自己勸自己 說自己喜歡竹展輝 去做一些追求的動作 各樣東西 其實竹展輝就是 那個角色 就是何依庭的父親 我以為 大家認識了二十年 二十年沒見 現在說合作做生意 就合作 那些人 就合作做生意 那些人 就合作做生意 那些人 那些人 結果就是 她追不到 那個舊情人 然後看姚嘉莉發脾氣 我覺得是好看的 看姚嘉莉很霸道 要她的兒子 就是 她的兒子 叫萬佩堅 不要理會了 她的兒子 因為要有一個商業合作 就逼她娶老婆 那個老婆 是兒子不喜歡的 但是她很擅長 一開始 本來兒子 和女朋友 林詠彤 演員叫做 郭富喬 這個不是姓郭 隨便 總之就是 兩個想走路的 想私奔的 後來她用說謊的方法 勸到兩個留下的時候 幫他們兩個辦婚禮 但是最後 那個有錢女兒 不是 兒子喜歡的那個 不是林詠彤 我覺得這幕也是 霸道得來 夠惡毒 但是劇 始終走下去 主角變成姚嘉莉 其他原本 我好像說原祖的原版 感情線是落在胡鴻君上的 胡鴻君 即是 那個角色是文初 所以我們現在 慢慢叫胡鴻君做初覺的 原版就是 張志琳和 蛇絲曼 即是現在的角色 何依庭和胡鴻君 他們兩個主線的 胡鴻君 即是當年的張志琳 那就是 不斷去拒愛 事實上心裡是很喜歡 蛇絲曼 蛇絲曼都喜歡他 不過 張志琳是覺得自己 啞的 說不出話 所以就是拒愛 很多觀眾都覺得 他們兩個都始終沒有辦法在一起 很失落 很明顯現在 十月初五的月光 胡鴻君 我覺得演技上做得OK 但是 那條主線完全不能去到 去了姚嘉尼 然後姚嘉尼 追不到一個舊情人 就走了去 跟老公吵架 要離婚 但是最後老公幫他打一刀 他又好像 有些覺悟了 要珍惜眼前人 老公這麼愛自己 應該珍惜了 接著呢 他 劇繼續去run的時候 他好像 說得姚嘉尼 變了正常一點 突然間又變 又是 故態服務 接著就 學令他兒子離婚 他兒子說 結婚又不是我決定 離婚又不是我決定 你有沒有尊重過我的 我為你好 那種霸道 那種衰格 一刻姚嘉尼是好看的 但是 被搶了 就是好像 那個重心都去到姚嘉尼 然後姚嘉尼在第十九集 就老點他的女兒 阿郭潔瑩 就說 喂 那個角色叫 萬佩琪 就說 叫女兒 要搶回 他喜歡的男生 就是司徒禮信 文思徒禮信就是羅天宇,羅天宇就是現在和何依庭拍拖的那個 男的由始至終都不喜歡自己的女兒,女兒就在發瘋 無端端地十九閘的主線就去了擴建營 因為羅天宇和何依庭佈局,又是幫女朋友申請了加拿大的大學 收了何依庭之後,他們兩個決定羅天宇就是司徒禮信的角色辭職 和何依庭一起回加拿大 這個角色這樣搞法來講,羅天宇就很有心計,怕胡鴻君和自己女朋友 何依庭和胡鴻君經常吵架,始終都不是很穩陣 想想了一條計劃,叫了自己女朋友,何依庭和自己一起去加拿大 因為,非得胡鴻君是穩固的感情,我覺得羅天宇很有心計 但羅天宇走的時候,原來蘇州市就是抗潔營發瘋 說我不捨得你,我很喜歡你,何依庭你很衰很衰 然後,本來抗潔營是批的,怎料她媽媽姚家跟她說 喂!你不搶過,怎料你搶不到啊 然後她搶的方法就是用暴力去攻擊何依庭 搞到派對方著火,又火燭又烈 最後抗潔營搞到這麼嚴重,失臣在她父母面前 最後狠狠狠走出街上被車炒死了 喂!我覺得這部劇真的挺九不八的 喂!大哥!本來萬佩琦的角色在舊版是個男 在新版變成女 然後她變成跟司徒禮信,即是跟羅天宇的角色 舊版是馬進衛的角色 就加了很多抖潔 然後抖潔潔之後,最後死了 那何依庭就點到自己的女兒死了 本來說到她好像開誤了,好像跟她老公好回來 突然間又變回靈環不靈 那怎樣呢?這部劇的重心都散了 重心究竟在何依庭和胡鴻君那裡 從頭都不是 而且那條感情線,其實是落輕了很多 胡鴻君和何依庭,即是竹君豪和文初 初哥哥的關係,很多東西都落輕了 那些線全部都扯在其他東西上 我覺得這部劇好像沒有什麼重心 就是我批評 但是會不會由於十月初五的葉江有前一個版本 會不會最後胡鴻君都得到時帝呢? 如果是的話,也是挺有話題的 如果她拿時帝之前可能在醞釀,一月多才會頒 其實又在播出另一部劇 叫《愛上我的衰神》 胡鴻君又做藍一 那會不會 2022年初就是 胡鴻君一次過拿了勁歌金曲 就要受歡迎藍歌手和市帝同時拿呢? 如果是的話,真是夠科幻了 說到這裡 先說到這裡